中纽约办事处连续八年与皇后区植物园 合办台湾兰花特展 吸引侨界关注 尽管疫情阴霾未处 但主办单位在落实防御的前提下 不仅对外邀请多位政界贵宾共襄盛举 本届更展出创新高的750盆兵分兰花 盼借此传递希望祝福 同时彰显台湾兰花的生物多样性 开幕活动现场 除了安排台裔音乐团体演出 受邀的台湾调酒师陈慧珍 也秀一首兰花戏的花式调酒 另外还有多位台湾画家来到现场 以兰花意象为题即兴作画 为活动增色不少 兰花是台湾就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花 而且它长得就是真的很漂亮 颜色也非常丰富 有黄的 有紫的 有白的什么的 希望用我的画能够跟这个活动 然后把台湾跟美国的一些文化交流的连接 就是展现出来这样子 崔山兰花展的黄后区植物园大使黄百林强调 尽管纽约疫情比去年好更多 但原方不会因此松懈防疫 现场并规划如检纸等文化体验活动 和邀请民众入园 体验疫情下生活重回正轨的另一风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